常看辫子戏的朋友 我们经常会听到巡府、总督、道园、支县等官职的名称 可能大家都有个概念 都府是地方大园 支县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如果在深究到底这些官职有什么区别 可能很多人就模棱两可了 支县真的如电视剧里面 讲的那么人见人捏的芝麻小官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官员的设立是根据地方行政区的划分而存在的 先来看看清朝的行政区划分 清朝按行政管辖把全国划分为18行省 设置行省官府 另外山海关外的东北三省 基本由军政府长、蒙古、西藏和新疆为属地 在全国的多个地区还居住着各少数民族部落 特别是地处西南的省份 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 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由特设的专门机构管理 行省下设府、厅、直立州、州和县 府厅相当于比省低一级的行政区 直立州是独立的行政区 州属于府的管辖 县属于府或直立州的管辖 二至六个县可组成一府 两个以上的府构成一道 厅和州可看作高一级的县 而直立州可看作低一级的府 但它并不从属于府 直立为首都所在省份 它与四川省皆不设巡府 只设总督 那么总督的管辖范围有多大呢? 总督有行政权和军事权 除了山西、河南、山东三省和直立接壤 部署总督管辖 其他省份组成不同辖区 由不同的总督管辖 在省级行政区 最高一级的文官就是总督 总督通常兼任督察院幼督御使 兵部尚书 虽然属于文职官员 但总督控制着辖区内所有的军事力量 只有满族驻军除外 巡府被视为总督的驻寿 但并非其下属 他负责省内的日常行政事务 再巡府一下 设部证室和暗查室 部证室掌管地方财务 协助巡府的行政工作 在某些省份设盐道和粮道 粮道负责征收盐税 粮道负责督运草粮 到台在前期视频又详细讲解 用今天的话说 总督、巡府、部证室、暗查室四位官员 相当于组成了一个省级政务委员会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则成为了省级的军事枢纽 道员控制两个或多个府的行政权 也掌控其辖区内 除满族驻军外的军事力量 它通常成为省级官员 和府级官员之间的沟通渠道 府的长官通常称为支府 它是府级官员和县级官员之间的沟通渠道 以掌管地方的诉讼事务 直立州的长官称为支州 其职能类似于支府 而一般支州的职能类似于支县 明清政府构架的基本单位是县 是最小的行政、司法和财政单位 清朝一共分为1314个县 县里的每个大清臣民都会登记在厕 无论他以后到了哪个地方 或在政府中担任何种官职 这个籍贯也不允许改变或遗弃 倘若他属于乡绅阶层 这里一定有他的宗词 倘若他不属于这个阶层 这里也有他祖传的家业 若情况允许 他到晚年时将会告老还乡 若他克死一乡 海谷也将收归于此 支县为一县之长 为正妻品官 按清代官制 支县由建士、举人、供生中充任 也有满洲、蒙古笔帖市拣选接生 或由兵马司副指挥、京县县城 汉军七品笔帖市、京府经历 布政司都司、严运司经历 直立周周判、按查司之事、外府经历 外县县城、京府教授等生人 支县为一县之长官、长一县之治理 凡诉讼审办、填付税务、积道除奸 文教农丧朱正无不宗理 故以亲民之官称之 支县的副职官员有两类 一是县城为正八品官 县城设有专属办公 不过清代1314个县中 只有345个县设县城 也就是说 只有大县才会设县城 以辅佐支县治理政务 县城的主要职责是 长一县之两码、税征、户籍、寻补诸物 并设攒点一人协助其办事 清代的县城与明代的县城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明代县城是二把手 当支县外出出缺时 往往由县城代支县市 清代情况不同 支县出缺 省里往往会派专人熟理支县市 清代的县城权力远小于支县 所以不能代替支县办差 更没有权力制衡支县 这是明清两代最显著的差别 二是主部 为正九品官 清代设主部的县就更少了 总共只有55个 设县城的县往往不设主部 工作职责 主部和县城大致是一样的 支县的属官就比较多了 有点使 巡检 以成 扎官 说客大使 和博索大使等 这些职位中 只有巡检是有品级的 伪从九品 主要设置在该县的官金要充之地 长鸡补盗贼 其余都属未入流的杂质 除了以上属官外 各县还设一官 阴阳学迅速 僧会 道会 这些也都是属于未入流的杂质 诺大的一县 只有支县 县城 主部 巡检 是编制内人员 有具体贫级 能够拿朝廷的俸禄 其余都是编外人员 所有的俸禄都是支县发放 上面讲的是县衙中的基本组织架构 但具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又会涉及到更多的部门 最常见的就是县衙中的疏力 疏力是周县衙门中主要的辅佐人员之一 在地方行政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疏力这个群体 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说白了 就是明清周县制度下衍生而来的 清代的地方官有个回避制度 所以支县往往都是外地人 并不熟悉该地方的情况 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 于是 周县地方政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格局 缺乏经验的周县官 领导着一批九居棋职 九操棋士且老于世故的当地疏力 疏力们服务于县衙及辽署官员的办公场所 各县衙雇佣用疏力都有规定的名额 少则几个 多则二三十个 一个县衙雇佣用疏力总数 往往要根据其辖区规模和政务反减而定 事实上 清代县衙的疏力人数极为庞大 大县通常为一千人左右 中县为七百人 小县为三四百名 按照划分 县衙的疏力们被编入到六房 集、立、护、礼、兵、行、公六房 因此 疏力分别被称为立房疏力 护房疏力、礼房疏力、兵房疏力、行房疏力、公房疏力 分别处理特定的办公事务 县衙中的六房各有直差 立房保管人事档案 这些档案记载着该县所有衙门中 所有人员的姓名、入衙日期 以及是否有奖励、处分等记录 护房负责收税及所有与钱粮相关的事务 同时也保管着历年来税收的档案 立房负责祭祀仪式、寺规、学校、考试及荣誉授予 兵房保管城门警卫、造立、马快、民状 邮差的档案以及驿站档案 刑房保管宿案、囚犯、捕快、武座和狱卒的档案 并负责当地保甲管理事务 工房负责维修官社、骨仓、监狱、驿站、桥梁、渡口、道路等等 除了六房以外,县衙中还有一些负责特别事务的树立 比如惩发房负责分发文案给六房 也是县衙中负责外部联系的主要部门 检房负责通信、库房储存税前、官物、盗赃及凶杀案件中使用的凶器等 另外还有仓房、招房等等 我们通常说县衙中有三班衙役 其实是四班 具体为造班、快板、名状、补班、造班 是由穿黑色衣服的差异组成的 主要职责是当支县出席公众场合是座前驱 扩清道路 造班在审讯过程中还必须站立在大唐两旁 其职责是执行各种逼供和用行 快班、又有马快和步快 其职责是巡业 这些衙役经常被派到乡下去催征赴税 而且有时也常在官银押韵中充当护卫 民状是从民间召集而来的 经过训练后常被派去守卫粮仓、银库、监狱或护送官银和囚徒 在特殊时期 这些民状也充任守卫城池的后备军 补班 其主要职责是击捕盗贼 协助支县管理辖区内的治安 所谓的捕头说的就是这类人 这就好比是现在的治安民警 四班牙役中通常都会安排一个领头的 称头役 一般的县按规定 牙役大概在数百人左右 但实际上 很多县牙牙役的总数都达到一千好几百人 长随是支县的私人奴仆 他们在地方行政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虽然衙门中已经有大量的疏力、衙役 但仍有一些特殊的官方事务没有专人办理 而这些事往往较为敏感或私密 只能由支县最信任的长随来办 长随很多都是支县未出世之前就是他的家奴 有些则是亲朋好友推荐的 加上长随和支县一样也不是本地人 因而在当地社会没有私人利益 也与当地人没有私人交情 许多支县觉得自己政务繁重 倾向于委托给长随带做一些 这也使得长随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当然 长随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支县收受各种贿赂 因为没有哪一个支县会亲自所贿 必须由长随当贿赂中间人 而行贿者 接触长随要比直接接触支县本人容易得多 幕僚或失业是周县地方官雇佣的行政专家 他们不是官僚体制中的常设人员 既不是支县的属官 也非支县的下属 而是一种明码标价的雇佣关系 县衙中供职的幕僚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行明协理司法诉讼 前股协管前两收支 争笔具体办理赋税征收 挂号负责登记 书企负责公文往来和通信 红黑笔负责红黑两种毛笔腾路 账房管理账策 上述各类幕僚中 仅有前五种是在所有周县衙门中普遍设置的 幕僚中还是以行明和前两两类最为重要 其酬金也最高 幕僚尽管不属于政府官员 但在观念上 他们还是与官员处于同等地位 在称呼上 支县书免称师爷为老夫子 口头上只能称其字 而不能直呼其名 师爷称支县则为东翁 在有些非正式场合 还以兄弟相称 以上就是关于清代县衙组织机构的 以及具体职能部门的一个简单介绍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